不过这个女孩是个孤儿 是被林叔领养的 她们爷俩在这条街上 经营这家店十几家 风风雨雨不容易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女孩长得特别地清楚 特别地好看 大哥 你什么眼光 我什么眼光 你刚才不也盯着那边 看了好半天吗 我跟你说 你可不许打人公娘主意啊 谁都可以 她不行 人家是个好姑娘 跟你玩不起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我可告诉你啊 她现在是我的女人 你可不能打她主意啊 有病吧 有病吧 缺心眼吧你 你是我兄弟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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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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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这样 有一个比我还优秀的男人 他既成熟又善解人意 最重要的是他非常爱你 在你身后为你默默地付出 你会怎么选择 你大晚上的跑过来 就是要问我 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你快回答我 你会怎么选择 我心里没有多余的地方 去做多余的选择 我明白了 那 如果有一个 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女孩 比我漂亮 比我富有 比我高贵 最重要的是 他一直默默地爱着你 我能为你做的 他都能为你做 你会怎么选择 你说的不会是黎薇薇吧 他除了比你富有 其他的你可一样都不差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 你会怎么选 大人选你 你们要我爱你 疯了 你又不是 ja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